古装剧《一念观山》虽然收官 但是剧外的争议依然不断 尤其是关于刘诗诗饰演的任如艺人设备改 从孤狼大女主变成小眼猫 人设直接降了暗个级别 引发了一众粉丝不满 随后由网友找出原剧本 称平台为了捧男主才改戏加戏 该话题一出瞬间引起热议 让有趣的是《一念观山》编剧张薇在接受某杂志采访的一段话 无意给这场风波添了把火 他在采访中提到希望制片人和导演能够相信我 而不是后期找各则编修改 不告诉我 这则采访经杂志官方发出后一时激起千层浪 不少网友纷纷觉得这是编剧不满创作被改 公开内涵近期的热播剧 更认为刘语宁家戏这件事是实锤了 看到事态升级 杂志官方紧急撤下采访报道 并及时辟谣 采访中提到的并不是对应一面观山制的项目 即便如此 业内的多位编剧依旧有感而发 纷纷转发发表自己的看法 知名编剧贾东眼 赵东辰等人均下场力挺张维编剧 抨击怒斥业内导演和泽编瞎改剧本 在剧组乱加戏乱改戏等行为 这种乱象不仅伤害了观众 也是十分不尊重和不信任编剧 多业内人士下场表态 作为当事人的刘雨宁 也再次被卷入舆论风波 网友纷纷嘲讽他的粉丝 快去冲编剧 不过刘雨宁粉丝并没有针对编剧 而是挂出杂志采访的内容 称女主角刘诗诗贼喊捉贼 原来一面《关山与女一鸣飞传》的编剧都是张维 当初该剧热播的时候 她在采访时提到过不赞同女主 对剧中CP感情线的理解 期间还提到了修改剧本 剧情发展到这里 刘诗诗的粉丝也紧急出来辟谣 粉丝表示 当年的《女一鸣飞传》确实有些许改动 但刘诗诗是在征得男主 定后才做了合理的修改 至于编剧在后期 也夸赞了主创们的完成度很好 一时间 刘诗诗和刘语宁的双方粉丝各自狂甩证据 据理力争 都在证明自家偶像确实没有改戏 领吃瓜网友们看的云里雾里 不知真实情况究竟为何 就在外界纷纷扰扰之时 左雷南主角的刘语宁趁着电视剧收官 连续发表了数条动态 但却将自己陷入尴尬境地 他在博文中依次爱特了刘诗诗 荷兰斗等主创 但时间过去了数小时 这几位演员却没有与他进行互动 尤其是女主角刘诗诗 自从电视剧开播以来 微博上与刘语宁显少互动 这次收官更是提前写好了长文 对于男主角的艾特视而不见 这副情景 也让人联想到了此前两人不合的说法 而刘语宁后续又追加了一条动态 配上一则自拍视频 言语中略带嘲讽 直言好好好这么整事吧 还尴尬地加了一段哈哈哈哈 看上去很是不满 蝶网友认为这么多风波之下 本人疑似破防了 值得一提的是 刘语宁连发数条动态 几乎爱特变了所有的主创人员 但唯独漏掉在剧中饰演里 同光异角的常华森 这个角色在剧中是女主的徒弟 但他对师傅却有着深深的仰慕 由于颜值帅气 到了剧情后期 观众们纷纷开始刻实图现 导致观佩的存在感几乎为零 之前一面观山剧组扫楼时 网友就表示三人同框的时候气氛微妙 当天常华森穿了一身黑衣 疑似抢观佩风头 期间常华森与刘诗诗互动频繁 刘语宁全程低调很少说话 除了刘语宁本人之外 剧方后续的一系列操作也令人疑惑 热播期间庆祝热度破万十 官媒贴出主创的海报 但由网友眼间的发现没有常华森 他在剧中的戏份并不少 这样的情况确实有些反常 只能说 一念观山再次说明了剧本和人设的重要性 如果强行改戏或者加戏 都可能会破坏掉编剧的剧情核心 还是希望国产电视剧的创作者们 无论是导演 编剧还是演员 都能把精力放在创作本身 回归剧本重视观众以及尊重编剧吧 这样子能修理掉了 诶左任go词 试图完 试图完